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牛逼的男主 他不仅征服了五个女朋友 还将丈母娘纳入了后宫 来我房间吧 这一切都得从初中的最后一天说起 男孩大胆向自己的女神表白 但是女神却对他说 你是个好人 我们不合适 被拒绝的男主伤心欲绝 因为这是男主第一百次失恋了 他的好基友也是感叹男主的毅力 被拒绝99次 还有勇气继续表白 并授予男主恋爱勇者的称号 基友也是好奇 失败了100次第一次 是什么时候呢 男主表示 他永远也忘不了他的第一次 那是在他出生八个月的那天 好家伙基友表示 你真是个怪物 男主则说 他只是想要一个女朋友 这有什么错 基友提出疑问 为啥男主能被拒绝这么多次呢 明明长得也挺帅 运动能力也不错 学习也好 对人也细心 男主说 他也不知道 可能这就是命吧 告别基友后 男主来到神社许愿 希望神明能帮助他在高中找到女朋友 没想到真友回应 这神社真有神的存在 他对男主说 你在高中 一定会遇到你的真命天女 他从出生就注定和你在一起 是你最棒的恋爱对象 遇到的时候 就有触电般的感觉 并且表示 男主是特殊的 他的真命天女的人数 多达一百人 好家伙 这是神明 直接给男主发后宫 一个月后 男主如愿升学 到了高中 刚刚进门 就撞到了两位女学生 顿时三个人 同时有了触电般的感觉 两位女生 瞬间对男主心动 粉头发的花园 率先向男主发起攻势 表示自己脚矮到了 可以请男主扶他到保健室吗 男主正要扶起花园的时候 一旁的怨田看不下去了 说他也脚矮了 男主见状 直接给自己来了一套组合拳 表示太罪过 刚刚开学 就让身边的女孩受伤了 两个女孩看男主如此自责 医学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男主说 你们不是脚矮了吗 女孩们瞬间又躺下了 说 你把我们扶起来就是了 男主一手扶着一个 带他们去保健室 在走廊上 听到两位女生在谈论 如果能找到幸运草的话 可以和自己喜欢的男生在一起 并且 这魔法百发百中 天真的花园和怨田信以为真 立马跑出去找幸运草 四个小时后 男主在窗户口 看见花园和怨田 还在找幸运草 他们这么执着 男主表示自己 也不能这样看着 他买了两瓶饮料去给他俩 怨田看到 男主给他买了饮料 直接上演了一波傲娇教科书 女主般的操作 拿着饮料害羞地跑开了 而主动的花园 看到男主给他饮料 心生一忌 表示自己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 让男主先喝一点 这样就可以间接接吻了 单纯的男主照做了 喝了一半 然后递点花园 花园看着男主喝过的饮料 也是很害羞 一不小心把饮料撒地上了 男主见状给他递去了手巾 花园见男主这么温柔 内心的情感再也压抑不住了 直接向男主表白了 我喜欢你 请和我交往 正当男主要接受的时候 拿着一堆饮料的怨田回来了 原来他是为了感谢男主 去买饮料了 怨田看着眼前 这一幕惊呆了 这才出去一会 加快没了 不想让男主被抢走的怨田 也不傲娇了 也直接向男主表白 请和我交往 一时间 两位美女向男主表白 让他选择一位 一直被拒绝的男主 哪里见过这种局面 表示明天再给两位回复 两位都是爵士美少女 男主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他又来到了之前的神社 问神明有没有他这种案例 该怎么选择呢 神明表示 一般人只有一个天命之女 你这种情况 是他的失误导致的 当时填写男主天命之女人数的时候 刚好碰到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 分神啊 结果填了个一百 好家伙 神明也搁着摸鱼呢 神明还表示 如果命中注定的人没在一起 那么其中一个将可能死亡 就是说 男主 如果选了其中一个 另一个可能就会死亡 这一下 已经牵扯到人命了 不是简单的恋爱问题了 第二天男主 终于做出决定了 他同时向两位女生表白 表示要和他俩同时在一起 听到男主 这回答的两人 虽然很喜欢男主 但是明着脚踏两条船 还是很难接受 男主接着表示 自己对两个都很喜欢 根本无法做出选择 他发誓 一定会给两位带来幸福的 并拿出自己找了一碗的幸运草 两位女生 看着为了找幸运草 而导致全身脏兮兮的男主 被他的真诚打动了 就这样 男主成功攻略了两位女生 但接下来 他还要面对98位 难道要搅他一百条船吗 头一天 还在因为被拒绝一百次 而烦恼的男主 今天已经找到 女朋友了 而且还是两个 这天他牵着两位女朋友 一起去上学 路边老奶奶都表示 现在的年轻人真会晚啊 来到学校 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教导主任 正在追着向一个男生索吻 原来这是这所学校的校规 如果在走廊上跑步 就违反校规 将受到教导主任 夺走初吻的惩罚 说到初吻这个话题的时候 一旁的花园问男主 是否有过亲吻的经验 男主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谈恋爱 并没有这个经验 两位女生意识到 如果自己能抢先一步亲男主的话 就可以获得对方的初吻了 花园率先采取行动 拿出一盒提前弄断的巧克力棒 表示想喂给男主吃 但又不想弄脏手 于是用嘴喂男主 卡哇伊卡哇伊卡哇伊 正当要亲上的时候 一旁的怨田表示 他也要是 看着两眼通红的男主 怨田问是不是感冒了呀 如果感冒了 就用嘴传染给他 这样就会好了 花园一个带球撞人 将怨田解开 说还不确定吗 让他来用嘴测一测 是不是真的感冒了 怨田见情况不对 又将男主抢去 说要用人工呼吸才行 一顿折腾 把男主搞够呛 男主也明白 于是他问你们 是不是因为初吻的问题 而产生争执啊 如果是的话 他有办法解决 只要大家不知道接吻的顺序 让彼此都认为是初吻就行了 并提出了计划 两位女生站在前面 用眼罩遮住眼睛 耳机插入耳朵 然后置头子 数字大的站左边 小的站右边 男主在置头子 基数走左边 偶数走右边 再遮住眼睛 屏蔽耳朵 按照头子得出的结果 前往亲吻女生 亲完后 女生们随机交换位置 男主再摘掉眼罩 这样就不知道 先亲的是谁了 并且提出拉钩 保证不能使诈 不愧是男主拿捏 第一次尝试 男主发现 根本无法确定方向 于是用手去探 结果摸到了软软的球状物 立马他就知道这是花园了 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了 第二次继续 男主还在徐步向前探索 一只猫 抢先对着怨田 做了坏坏的事 搞得怨田误会了 以为男主 在对他做神妖羞羞的事 你这个变态 笨蛋笨蛋笨蛋 之后连续尝试多次 也都没成功 两位女生又争执了起来 男主不想让两位女生 再为他发生争执 表示 只有让教导主任 夺走他的初吻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当男主要失去初吻之时 两位女生追上 表示 如果要让教导主任夺走 不如让对方来 男主看着他们不再争吵 甚至相互谦让 表示自己还有一个备用方案 就这样 两人同时得到了彼此的初吻 男主在图书馆偶遇一名女生 他们同时想爬一本书 当两人双手触碰到一起时 又产生了和之前 类似的触电般的感觉 很显然 眼前的这名女生 又是男主的天命之女 但是这女生和其他人不一样 她是一个内敛害羞 非常设恐的女孩 她无法与人正常交谈 只能通过她最喜欢的 一本小说上的文字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与人交谈时 就指着书上的文字给对方看 因为从小她就这样 她的母亲非常嫌弃她 觉得她是个 不会说话的怪小孩 她的朋友也疏远她 导致现在的她 基本没有一个朋友 不过男主并未像其他人一样 而是耐心地和她交谈 男主向她请求 能不能帮她找几本小说 第一次有人不嫌弃她 还需要她的帮助 瞬间女孩精神了起来 帮她找想要的小说 但一不小心精神过头了 拿的书有点太多了 不过男主 不想让女孩的努力白费 表示全都要借 但是学校规定 一次不能拿这么多 导致这次一本都不能借了 女孩看男主有点低落 表示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 这本借给她 男主健壮非常感谢 并询问了她的名字 原来女孩名叫郝本静 是她的同班同学 晚上男主 拿起那本小说开始阅读 一不小心 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 这本小说 讲述了一个公主 和骑士的故事 但是因为身份不同 无法在一起 正当自己看得过瘾时 第一章的内容结束了 需要第二章才行 第二天 男主来向静借第二章的书 没想到 静已经将书准备好了 害羞地给到男主后 男主心想 自己不能只是单方面地获得 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于是她带进来买饮料 和她聊小说的故事情节 并夸赞她 能够那么快地定位到书中 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静看着眼前的男生 第一次有人能不嫌弃她 还和她做这么多事 自己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了 心中好感度飙升 在之后的一天 她带着第三章的书 来到同样的地点 想要把书借给男主 但是男主并未能出现 第二天也是如此 第三天她想要去找男主 亲手把书交给她 没想到 正看到男主 和她两个女朋友聊天 艾成同学 有交往的对象了 正当静伤心欲绝 以为自己又要 孤独一人的时候 男主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让她用手机 下载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 能够将输入的文字朗读出来 原来男主之所以没时间 向她借后续的章节 是因为要熬夜 把小说上的文字 全部输入到手机中 男主继续表示 这样静表达自己情感时 就可以不用指着 书上的文字让对方看 而可以看着对方的眼睛 好好交谈 静看着眼前 为她做这么多的男主 不禁地感动流泪 从未有人能这样对她 心中的情感再也压抑不住 我喜欢你 男主也是有感发 我也同样爱着你 就这样 男主将她的第三位 天命之女收入后宫 但是接下来 还有97位 男主该如何解决呢 这个男主是真牛逼 他命中注定 有一百位天命之女 而且要和每一个都在一起 不然对方可能就会死 在和好本镜成为情侣后 男主便将她介绍给自己 之前的两位女朋友 男主述说着几位女生的特点 方便彼此了解 但是害羞的镜 似乎无法融入进来 男主便想到一个点子 人有所顾虑的时候 都无法展现自己的内心 无法与他人真正的融入 于是男主 拿出一副扑克牌 表示来抽到数字最大的人 就可以对数字最小的执行惩罚 惩罚就是给对方挠痒痒 人在笑的时候 就会展露自己的内心 在接触彼此的真实情感后 大家就能更好地打成一片了 三位女生立马响应了 男主心中都想被男主挠痒痒 第一轮男主抽到第一 最后一名是唐英 傲娇的唐英 一直嘴硬坚持 但是被一直饶 还是坚持不住了 怎么感觉在做很糟糕的事情啊 第二轮 依旧是男主抽到第一 最后一名是雨香李 性格主动的雨香李 兴奋了起来 不过就是兴奋过头了 没有留出来吧 没有留下来吧 第三轮 男主还是抽到第一 最后一名是镜 内向的镜虽然被挠痒痒了 但笑也不会发出声音 依旧只能通过手机来表达自己 第四轮第一名是镜 最后一名是男主 害羞的镜心中有所顾虑 脑痒痒的时候 只是用手指轻轻戳男主 但是男主还是配合大声笑了起来 一旁的雨香李 看到小心翼翼戳男主的镜 小巧可爱又害羞 谁都忍不住想要守护她 这样的女孩 可能是自己的强敌 而一旁的唐英也若有所思 这时男主表示自己要去上个厕所 天台便只剩下他们三位女生 这时男主故意为之 他早看出游戏中 几位女生的情绪变化 便想让他们忽视彼此的真心 果然男主走后 唐英直接质问 镜为什么有所顾虑呢 明明想挠痒痒 却装得那么小心翼翼 雨香李也是 让镜尽情表达自己的内心就行 不用顾虑太多 镜也是坦白 表示自己确实害怕 因为两位都太优秀了 和两位一起对比的他 没有自信 唐英和雨香李 看着终于表达自己内心的镜 表示道不用有所顾虑 大家都是平等的 都是恋太郎的女朋友 早在门口看着的男主 发现大家已经打成一片 留下了欣慰的泪水 回到大家面前 镜也是不再顾虑 表示自己也想和大家一样 想要和男主亲吻 男主听了也是非常高兴 表示自己也一直期待着 就这样 镜将自己的初吻 贡献给了男主 旁边的雨香李也坐不住了 也要和男主Kiss 傲娇的唐英依旧在嘴硬 不过男主主动上去和他Kiss 考试成绩出了 男主的三个女朋友 在查找自己的分数 而男主正在回教室 拿自己落下的手机 在教室看到 还有一名女生 没去查看自己的分数 男主便上前搭话 在两人双目对视之时 又出现了和之前一样的电流触动 毫无疑问 这位女生又是男主的天命之女 男主见状便邀请他一起去查看分数 没想被爽快地拒绝了 表示那玩意不用看肯定满分 看来是高冷戏的女神了 男主和女朋友们 查到自己的分数 并看到 第一确实是刚刚遇到的那位女生 并向女朋友们询问她的来历 怨田表示 她只知道她非常认真 除了读书 其他都不在意 像是一个只会读书的机器人 而在生物实验课制时 男主和他分在一个小组 男主得知 他名字叫做绒缝纸奶 实验的内容 是用显微镜观察细胞 但是绒缝却在实验笔记上 将书中所画的细胞临摹了下来 并表示 这样做比显微镜更有效率 一直做前任 已经证明过的东西 毫无意义 男主在切割洋葱表皮时 一不小心将自己的手割破了 来到绒缝旁边清洗伤口 没想到 绒缝将男主的手指 放入自己口中 表示这样更有效率 唾液具有消毒作用 第一次对女生 做这种事的男主 对眼前女子完全心动 下课后 男主找到了绒缝 向他表示感谢 绒缝却说 这只是为了效率罢了 没必要感谢 男主接着套近乎 表示自己想和他多聊聊天 在这个过程中 是能收获很多乐趣的 但依旧被绒恒拒绝 表示任何无法为自己的将来 获得益处的东西 都是毫无意义的 所谓的快乐毫无意义 男主发现 绒缝攻略难度 属实有点高啊 开始怀疑 绒缝真的是他的天命之女吗 但是其实 绒缝与男主见面之时 由于恋爱之神的作用 他早就已经对男主心动 但是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 让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一直以来的他 心中只有升学以及学习 其他的是毫无意义 但想到白天和男主 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已经无法冷静下来 学习他采用默写圆周率的方式 来使自己冷静 但默写了一强 自己依旧无法平息 自己内心的情感 他知道自己 已经喜欢上男主了 但他并不能接受 第二天他找到男主 直接向他表白 本想让男主拒绝他 结束这段感情 好让他回归平静 没想到男主说 他也喜欢绒缝 结果绒缝来了个反拒绝 男主惊呆了 不是他先表白吗 便询问道 明明我们互相都喜欢彼此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绒缝却说 恋爱对他来说 无非就是结婚生子 而这些都是 现在的他不需要的 在学生时期谈恋爱 是毫无意义的 但男主说道 自己被拒绝了 一百次都没放弃过 不会被绒缝这一次 拒绝而放弃 并表示希望 和他约会一天 如果还是无法让他改变 那他也就放弃了 绒缝虽然嘴上说的大道理 但是还是答应了 到了约会当天 他们先做了旋转木马 男主拿出相机拍照 来记录约会 但是绒缝表示毫无意义 来到鬼屋 迷宫这些地方 他们一起坐摩天轮 男主发现 绒缝居然恐高 他坐在摩天轮上 极度不安 男主也是 贴心地坐到了他身边 握住了他颤抖的手 绒缝也做出回应 和他食指紧握 下了摩天轮 男主拿出他们这一天 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的照片 说道 虽然绒缝一直表示很无聊 但是相片中 看得出他很开心 绒缝也是表示 确实今天过得很开心 但也只是开心罢了 并没有任何收获 男主表示 既然这些经历都毫无意义 那就把他们消除吧 说道便拿出打火机 将他们点燃 一旁的绒缝 看着和男主快乐的记忆 即将燃尽 还是忍不住了 制止了男主 拿着照片 绒缝流下了泪水 问到他为什么会这样 男主表示 他只想让绒缝了解到 快乐的经历 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能够度过这些快乐的时光 正是人生在世 比什么都重要 听完男主的话后 绒缝感触颇深 对男主说道 他答应和男主交往 希望以后 还能一起经历快乐的时光 就这样 男主又攻略了一名美少女 来到熟悉的天台 他再次向他的其他女朋友们 介绍新女朋友 花园他们也是 见怪不怪了 男主 在成功攻略四位女朋友后 决定和大家来 一场永时约会 为了这次约会 唐英也是煞费苦心 但是自己的傲娇属性爆发 在学永一时 虽然内心想让男主看 但是觉得自己身材 不像雨香李和纸奶那么性感 又不好意思展示自己 在永一店久久不能抉择 而另一边 纸奶和雨香李 自信穿了泳衣 展示自己身材 男主看到自己女朋友的这副形象 内心暗暗表示 这辈子值了 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而静只穿了普通的高中生的泳衣 但是男主看着娇小可爱的静 内心也是得到了静化 连忙夸奖他很可爱 一边的唐英迟迟赶到 他还是没自信展示自己 外面披了一件长披风 声称自己太冷了 不能脱掉披风 但是大家也是先为他着想 既然冷的话 就去那边椅子上休息会吧 到了泳池中静不会游泳 便带着游泳圈 但是自己太娇小了 双手无法碰到水 就随着水流方向一直走 男主还以为他玩得开心的 没管外向的雨箱里 也是发挥稳定啊 假装自己没站稳 整个人靠向了男主 和男主来了的亲密接触 而直奶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直接抓起男主的手 由自己的欧派雨箱里 也不甘落后 也相同操作 而男主则在信徒中 流出大量鼻血晕倒 为了让男主醒来 雨箱里和直奶 纷纷给男主做起了人工呼吸 但和男主俩唇相碰之时 都忘了自己是在救人 反倒是享受了起来 男主也是没能醒来 他们便想到一个好办法 找一名专业的男性救生员来 但是在路上却碰到了小混混 小混混看到他们两个身材这么好 起了歹心 其中一个更是大胆 直接想要上去猥亵雨箱 但是被直奶发现 直接一个双龙戏猪把他击退 但是身边的几个小混混目表示 今天要来硬的 两个都别想走 正当要发生危险的时候 男主一个飞身赶到 表示他们两个都是他女朋友 想对他们做坏事 先要补他这一关 混混头子以为他在说大话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两个女朋友 还都这么好看 说到除非和他们两个接吻 否则我不信 这两位都是你女朋友 但令混混头子没想到的是 雨箱里和直奶想都没想 接连亲吻的男主 混混头子心想 尼玛 男主不是等闲之辈啊 立马走开了 雨箱里也是问到 男主怎么醒的呀 还找到了他们 男主表示 这都要感谢唐英 他看到雨箱里 何止乃被混混缠住 便找到男主 当男主听到这个消息之时 瞬间觉醒 向唐英指的方向赶去 雨箱里和直奶也是感叹 居然还有这种唤醒人的方式 当然 男主 在他们心中的好感度 也是越来越高了 而男主忽然发现 静不见了 因为他不会游泳 男主也是急了 生怕发生意外 便到处寻找 竟是随着水流一直向下 中途游泳圈 还不小心破了 还好上了岸边 之后就一直用手机求救 但是一直没人来 导致手机没电了 而且刚刚好看到男主在找他 但是手机没电 无法向他求救 只能靠自己发出声音求救 没想到 自己刚刚发出一点声音 就被男主听到了 发现他在哪 并用公主抱带他离开 看着男主的身姿 竟也忍不住吻了上去 不得不说男主真行 稳定后宫一个都不能少 之后 男主见唐英 还是穿着那披风 又看见他之前 一直盯着雨箱里 他们的身材 心中就明白 唐英在顾虑什么 一把过去 将他的风衣扯下 看到他里面的泳衣表示 明明这么可爱 你为啥还害怕呢 并拥抱了过去 说唐英也是他见过 最可爱的女孩子 唐英没想到 男主能这么夸他 也忍不住吻了上去 在男主稳定后宫之后 一家人整整齐齐 在泳池玩耍 在男主与四个女朋友 结束愉快的约会之后 新的美少女登场了 仅仅是偶然间的一次对视 两人瞬间 又有了触电般的感觉 毫无疑问 眼前的这位身材超级好的女孩 就是男主的天命之女 男主也是回味之前的感觉 来到了之前遇见女孩的地方 想要来找她 但是眼前的 却是一个可爱的小萝莉 小萝莉热情地 给男主递来了一杯茶 不过男主也是 直接表明来意 说自己在找人 但对方并没有 给男主插嘴的机会 表示有什么事的话 先等他把现在的药剂备好再说 男主也没心急 坐在一边边喝茶边等着 忽然 小萝莉拿来一根 装满红蓝药剂的试管 两端标着 类似瓷级的南北 并说着 这是他做的 可以把人变成磁铁的药水 希望男主能帮他 试验一下效果 男主感觉莫名其妙地 想要拒绝 但没想到 小萝莉直接强制 给男主炫了一口 喝完药水的男主发现 自己居然真的变成磁铁人了 连忙夸赞 小萝莉也是骄傲地说道 这就是他 药膳男力发明的 药剂的厉害 但是这个药剂会有副作用 喝完之后的三天 会反复副泄 正当男主 感觉自己被坑了 一脸猛逼的时候 男主被眼前蒙蒙的小萝莉 搞得是哭笑不得 由于磁力太大 两人根本无法分开 只有等十分钟药效结束才行 但是男力又说道 好像自己尿快憋不住了 好在自己准备了止尿布 然后不出所料 还是尿了出来 十分钟过去了 男主被折腾得不行 男力却当没发生过一样 表示这就是科学的魅力 并向他介绍着他其他的发明 看着眼前认真的小萝莉 男主发现自己 好像喜欢上他了 忽然男力说道 这是因为之前给他喝的茶 里面加了恋爱药水 并顺势向男主表白 因为他对男主一见钟情了 加上药水的效果 男主肯定不会拒绝 但没想到 男主居然跑去吐了 男力以为男主非常讨厌他 就算有药水的效果 都不接受他的表白 委屈地哭了起来 男主却说并不是那样 他只是想把恋爱药水吐出来 面对他的表白 他想让真实的自己去面对 说完 男主忽然鬼畜了起来 原来是他喝了太多药水 发生了排斥反应 并且由于动作太剧烈 给男主 喝完解药的男主 恢复了正常 恋爱药水的效果也消失了 男力以为没了药水的效果 自己肯定没戏了 没想到男主却说 就算这样 他也觉得男力很可爱 接受到男主夸奖的男力 脸红了起来 意识到自己 好像有机会了 拜托你 请和男力交往吧 忽然男力变大了 原来在展示自己药剂的时候 不小心喝到了变大药水 看到眼前的郁姐 好像就是昨天他碰到的 也就是说 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自己的天命之女 而自己也对他有感觉 反应过来后 男主直接一波反向表白 男力也是很自然地接受 就这样 男主又收入一枚后宫 按照惯例 男主开始向他的其他女朋友 介绍新成员 热情的男力 还给大家带来了见面 给唐英的 适使欧派变大的药水 但傲娇的唐英并没有喝 给雨香里的 是让他变得更性感的药水 雨香里丝毫没有犹豫地喝了下去 然后他的所有衣服全溶解了 原来最性感的雨香里 是全身光光的他 看到全身一丝不挂的雨香里 男主立马拿来了 自己体育课穿的衣服 给他 雨香里穿着男主的原味衣服 心想男力干得不错 给劲的是 可以变成兔子的药水 劲喝完后 长出了两个萌萌的耳朵 看到这么萌的劲 男主也忍不住上去揉了起来 给纸奶的 是可以操控头发自由运动的药水 喝完后纸奶的头发 可以像手一样 然后 一圈下来 大家也是认可了男力 之后 一家人开始开开心心地吃饭 和五个女朋友一起拍婚纱照 是什么神仙体验 经过雨香里的推荐 男主带着五个女朋友 来到公园约会 忽然公园的喇叭发出声音 表示附近即将开始 本月的抛捧花活动 如果能接到捧花的话 就能穿上装饰着 公园花朵新娘婚纱 和恋人一起拍摄纪念照片 听到这个信息后 男主的女朋友们都坐不住了 心中都希望能够穿婚纱 和男主拍照 纷纷表示想要参加 而这个更是雨香里从小的梦想 和喜欢的人一起拍婚纱照 所以他心中无比坚定 来到现场后 活动是相当火爆 来的人非常多 对手也是相当强劲 一个肌肉女 锤打着自己的胸口 斗志满满 手下的几员大将 也是准备充足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大家看着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 李香里也是提出 我们六人应该先合作 想到捧花后 再抽签决定谁穿婚纱 其他女友们 也纷纷同意这个劲 为了安全起见 劲留在一边当啦啦队 而男力则是通过喝遍大药水 来增强战力 男主为了鼓舞士气 拿出毛巾 写上恋太郎的一家 女朋友们看着男主 把他们当一家人看 都心动了 大家也都有了斗志 准备抢捧花 竟独自一人 举着写好字的毛巾 跳着想让大家看见 由于太可爱 身边的对手都被萌化了 比赛正式开始 给大家抛捧花的是 前日本千球运动员 也就是男主学校的教导主任 给男主都惊呆了 他抛出捧花 大家跑起来争抢 没想到后面忽然有人被击飞 本来赛事规定禁止暴力行为的 但是肌肉女士通过击打自己队友 来击飞其他人 并说这是他们队内的修炼 这并没有违反规定 主持人也是被吓到了 连忙表示确实没违法 这一队为了穿婚纱 也是不择手段 这一次被击打的对手目标 指向了雨香里 千军一发之际 唐英站了出来 没想到唐英的战力这么高啊 甩开对手后 还穿上了他们的披风 表示自己现在是他们的一员了 想修炼的话他奉陪 然后和肌肉女僵持了起来 并让男主他们接着去抢捧花 而对手也是招事繁多呀 肌肉女的手下几人挥舞着旗帜 卷起了一股龙卷风 将捧花吹向了他们队的方向 男主眼看着就要没机会了 忽然看见空中飘着一个女孩 原来是静在给大家加油的时候 因为自身过于小巧 被风刮到了天上 刚好飞到了捧花所在的地方 静看着幸福就在前方 双手抓住捧花 但是放开了毛巾 原本起着降落伞作用的毛巾没了 静正急速往下掉 下面的几位女友围着准备接住他 没想到小巧的静 被几位的欧派给弹飞了 千军一发之际 男主接住了他 最终男主队获得了胜利 到了抽签的环节 雨香里准备好了五根筷子给大家抽 抽中了上面有记号的就穿婚纱 但这并不是随机的 而是雨香里早就准备好的计划 几根筷子上都被处理过 有着小小的痕迹 而且为了取消大家的疑心 让其他人先抽 并让直乃第一个 按他喜欢高效率的性格 只要将目标先放在最远处就安全 然后他第二个抽就一定能抽中 雨香里心想着 虽然很对不起大家 但是他必须要实现这个从小就憧憬的梦想 但是直乃却说 大家一起抽才更有效率 瞬间就打破了雨香里的计划 好在幸运女神还是站在了他这一边 雨香里还是抽中了目标签 但是男力不认了 开始躺在地上撒娇了起来 雨香里心想着 确实这对大家来说 都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虽然只有一人能穿婚纱 但是可以 大家一起拍照 拍完婚纱照后 雨香里表示非常感动 并感谢男主 能够完成他长久以来最大的梦想 能够穿着婚纱 和喜欢的人一起拍照 真的太幸福了 但是忽然雨香里一反常态 向男主提出了分手 男主听后也是觉得很奇怪 想着一定要找他问清原因 但是换完衣服后 服务员却说 雨香里有急事先回家了 拿了照片后就被车接走了 男主打电话 但是也没人接 男主想到 之前雨香里性感的照片后 好像有地址 便按着找到了雨香里的家 男主被眼前的豪宅镇住了 原来雨香里是富家千金啊 在窗户口看着痴情的男主 雨香里还是忍不住 通过坐机给男主打来的电话 说明了缘由 原来他们的恋情 被他的母亲发现了 他的母亲无法接受 男主这种和多人恋爱的行为 并没收了雨香里的手机 决定明天就搬家转学 男主表示自己无法接受 想要进去和雨香里的母亲谈谈 在门口大喊了起来 他的行为被门口的保安制止了 并劝告他不要做傻事 他母亲的实力 不是你这种小猫还能挑战的 被迫离开的男主也是相当懊恼 自己没有能力和金钱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能力都没有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他找到其他几个女朋友一起商量 他准备潜入雨香里的家 带着雨香里一起私奔 虽然很难 但是他想让雨香里幸福 也想让大家幸福 而大家听了男主的发言 纷纷表示 自己也愿意一起接回雨香里 和男主一起私奔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牛逼的男主 他不仅征服了五个女朋友 还将丈母娘纳入了后宫 来我房间吧 而在这之前 面对丈母娘突如其来的表白 男主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身旁的唐英更是惊呆了 直接骂男主 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呀 到底在心动些什么呀 她可是雨香里的妈妈呀 不可能和你交往吧 而丈母娘也感觉自己 刚刚有点失态 连忙表示 刚刚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唐英也是心累 不知道他俩在搞什么 言归正传 丈母娘表示 她还是不会承认 男主和雨香里的恋情的 但男主依旧坚定地表示 她是真心对雨香里的 她发过是会一直和雨香里在一起 而丈母娘却说 只会说漂亮话是没有用的 并召唤出了一台 名叫谎言发现器的机器 再细微的谎言 都能被她精确地识别 为了确保机器的可靠性 丈母娘让唐英先测试一下 丈母娘的问题 也是相当尖锐啊 第一个问题 就问唐英的O派 是什么罩杯的 直接给唐英整破房了 唐英害羞地回答道 B偏向C罩杯 但是测谎器表示 唐英在撒谎 唐英回答 那就B罩杯 但测谎依旧表示 唐英在撒谎 唐英只能说实话 偏A的B罩杯了 你这个破机器 测谎仪这次表示 唐英说的是真话 这机器还是很准的呀 第二个问题 丈母娘问唐英喜欢男主吗 虽然唐英很傲娇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 她还是不会说谎 同时 男主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唐英立马回答喜欢 但是测谎仪确保 男主吐出一口老血 自信心严重受损 唐英心想 自己明明喜欢男主啊 为什么会报错呢 想起前一个问题 原来回答要极为精确才行 于是她再次回答道 她非常非常喜欢男主 但是一切依旧报错 男主听了都快不行了 唐英最后一次回答 最最最最喜欢了 这次测谎仪报对了 男主也瞬间活过来了 表示自己也最喜欢唐英了 经过唐英的测试 虽然给他整够呛 但确保了测谎仪的可靠性 之后正式对男主进行测试 男主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男主的心意 把测谎仪都感动了 而丈母娘崩溃了 脚踏五条船的人 怎么可能这么诚实啊 只能嘴硬 测谎仪终究是机器 怎么可能去信呢 这番话还伤了测谎仪的心 不得不说 这机器真智能啊 忽然女仪推开门 喊着说雨香李小姐 想要从房间的窗户跳下去 把现场的人都震惊了 唐英蹭乱挟持了丈母娘 而男主趁机赶往就雨香李 雨香李已经翻到了窗户外 好在男主及时赶到表示 我来接你了 雨香李 并接着说 唐英已经控制住你母亲了 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不要再做傻事了 而雨香李却说没用的 即使从这房子逃出去吧 他的母亲 还是会追他们一辈子 为了不让男主 被他和他的母亲束缚 为了不让自己喜欢的男孩的人生 变得一团糟 自己就不该存在下去了 男主表示 如果没有雨香李的话 那才是最糟糕的人生 不管以后是什么人生 只要雨香李在身边都是幸福的 并伸出手表白 从今往后也一直与我在一起吧 雨香李被男主感动了 表示自己也爱着男主想 和他永远在一起 准备回去时 却一不小心脚下一滑 好在男主及时拉住了他 但男主的位置也相当不妙 两人还是摔了下去 在空中男主死死地保护住雨香李 还好两人掉在了院子的水石内 在这里待命的其他三个女朋友 立即将男主和雨香救了起来 两人幸免一耐 丈母娘看着女儿没事 也是表示太好了 但整个人都吓傻了 贪坐在地 唐英则是上去给雨香李来了一巴掌 气愤地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傻 然后两人依偎着男主哭了起来 丈母娘过来对男主说 如果池子里没有水的话 你可能就没命了 男主笑着说道 他早就说过了 为了大家的幸福 自己可以赌上这条命 丈母娘见男主这般表现 也是彻底被他的诚意打动了 表示以后雨香李就拜托你了 而男主见丈母娘为了雨香李 竟如此摆下姿态 被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 他拉起丈母娘的手 说道 无论是他们还是你 我要大家都幸福 之后 我要和大家一直在一起 今后也请你多多指教 就这样 男主后宫再收入一元 但其他几人惊呆了 这情节的发展 实在太离谱了 属实有点意想不到 丈母娘见天色这么晚了 把大家留下来祝福 并准备开启睡衣派对 丈母娘给大家纷纷换上了睡衣 原来丈母娘最大的爱好 就是给可爱的女孩子 换漂亮的衣服 看着大家这么可爱 男主和丈母娘都嗨起来了 但有点嗨过头了 丈母娘表示要去厨房拿点水 男主见状表示要一起陪同 黑灯瞎火 只有他们两个人 丈母娘表示自己忍不住了 想要男主到他房间去 剧情发展属实太快了 难道男主要成为大人了吗 这个男主太难了 不仅被强制女装洗个澡 还要被女朋友们偷窥 而在这之前 黑夜中独处的二人 气氛显得有些暧昧 丈母娘更是表示 他已经忍不来了 并邀请男主和他一起 前往他的闺房 这种气氛下 男主不禁地想入飞飞 难道自己的处男之身 今晚就要毕业了吗 而另一边 见男主二人这么久还没回来 几个女朋友们 更是浮想联翩 生怕雨箱里的妈妈 夺走男主的处子之身 忽然屋内 传来了丈母娘的尖叫声 男主的几个女朋友们 也都坐不住了 立马赶到丈母娘房间 一探究竟 而眼前的一幕 大火都惊呆了 原来丈母娘 让男主去他房间 是给男主女装 大家被男主的女装给融化了 纷纷夸在女箱里的母亲 干得漂亮 但是被大家看到 女装的男主 由于过于羞耻而晕倒了 看着男主忽然晕倒 大火虽然有点担心 但丈母娘似乎有点怕害了 并让纸奶配合她 五分钟后 她拉着装扮成王子的纸奶出来 并称道能够唤醒公主的王子 女扮男装的纸奶 还是很帅的 其他几人都看心动了 大家也是配合丈母娘 雨箱里表示 要唤醒公主 要王子的吻才行 于是 这画面实在是太美了 看的几位都只淌口水 醒来后的男主表示 她先去洗个澡 出来再找大家算账 而雨箱里 母女两个拿着手机 好像准备图谋不轨 而这一幕被唐英给逮到了 并问道 你们想干嘛 当然是去偷窥啊 真不愧是母女俩 性格一模一样 而唐英也是直接骂到好色的母女俩 你们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啊 但是一旁的男力表示 自己也想看看练太郎的小昆昆 一向理智的执奶都说 为了迎接终将到来的初夜 了解一下男朋友的身体 也是合理的 看到大家都这样 傲娇的唐英也绷不住了 选择和大伙同流合污 但单纯的静 制止了大家的偷窥行为 她说道 你们这样做 会伤害太郎的心的 只乃却说 只要不被发现 就不会有受害者 大家为了不让进坏事 把她包在了被子里 然后前往执行偷窥计划 而稳健的男主 实在是太懂几个女朋友的心了 思想超健全的她 已经把毛巾围在腰间 防止走光 另一边 不健全的女朋友们 用绳子拉着男力 在浴室的窗户口偷窥 而男主 似乎听到窗外有动静 看了窗户一眼 因为有雾气的影响 男主 还以为看到鬼了 吓得大喊了一句 当然女朋友这次行动 也宣告失败 但大家没有放弃 丈母娘表示 还有第二条线路 这里的天花板 通往浴室底 可以直接偷窥 也不用担心雾气的影响 但是里面太黑了 一只猫 把大家 吓得大喊大叫 倒的天花板 都乱颤 男主原本就怀疑 见到鬼了 这一下更是信以为真了 竟为了保护男主 还在尝试动起来 忽然想到一个鬼点子 可以滚着前进 但到了楼梯处 直接滚下去 实在太危险了 后面一只狗 突然叫了 直接把静下的滚了下去 这一滚 直接滚进了浴室里 把男主下够呛 但回过神来 发现是静 于是便上去询问发生啥了 但是妖间的毛巾 不小心掉了 天真无邪的静正面 看了个拳 直接昏了过去 男主赶紧抱着他 出来治疗 却看见大家就在门外 众人找好了借口狡辩 但是有猪队友待不动啊 我们才没有想偷看你洗澡呢 男主教训完大伙的行为后 一起玩起了扑克 但是丈母娘 忽然神情不对地离开了 男主见状也是跟了上去 原来丈母娘 在给去世的岳父上香 男主见了表示自己 也想给他上一桌 丈母娘表示自己 还是无法忘记那个人 即使那人去世了也一样 现在自己 却和恋太郎在一起 内心很是矛盾 男主见丈母娘 自责抱住了他 表示过去的爱可以不忘记 但是不代表内心深处 不可以爱两个人 喜欢上两个人 不代表其中一个 就是虚假的 自己对他是真心的 希望丈母娘 能放心大胆地爱上他 丈母娘听后感动了 连忙表示 自己喜欢男主 并希望男主能够吻他 因为岳父在13岁就离去了 连初吻都没能给他 岳父临终前 希望他 能将初吻给他以后 真正喜欢的人 而男主就是这么一个 于是 半夜男主 被一旁的动静吵醒了 原来旁边的雨箱里 有唐鹰在热吻 梦中的他们以为 对方是恋太郎 醒来后的男主 准备去上厕所 却在走廊上 碰到了去世的岳父 虽然知道他是幽灵 但这次男主并没有害怕 因为自己有话要对岳父说 他表示 自己会赌上他的一切 给雨里母女两人带来幸福 岳父也是 被男主的真诚打动了 表示自己已经守护了 他们母女两个16年 期间也有很多男人 企图接近他们 但像男主这么真诚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 非常感谢男主 能够解开雨里的心结 以后希望男主 能好好照顾他们 说完后 自己的遗愿也完成了 幽灵体便成佛消失了 天亮后 大家也准备回去了 来到学校 丈母娘实在是过于想念男主 于是便把学校买下来 但是婆娘实在用点 我认�행她们 平安 Didier 您 您 谢谢大家